我的观念第一是要保国为家 因为我有很好的武艺 才能够保卫我的家园 保卫我的国土 中国的武术总的观念来讲 从最古老的时候 它也是开始进行搏斗自卫 保卫自己的本族 或者民族或者家族 它开始 解放以后它没有工作 它没有地方生活费 都是徒弟们不许有自己的企业 那么徒弟们养着它 谁开车来给送一点 韩清城一直是这样生活下来的 所以这样延续下来的老师是非常少的 那现在我们虽然接得很可惜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人家 还非要来学我的文字